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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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彰化的民宿 逃亡了五天的通緝犯 終於與涉嫌接應他的同伴 雙雙落網 霹靂原警賀槍實彈 將他們從彰化 帶回嘉義水上分局 就怕他再次脫逃 這一次將他上了手銬及腳樓 不再讓他有機會逃跑 你為什麼要跑啊 這幾天躲去哪裡 43歲的真姓嫌犯 因為毒品及偷竊 遭到通緝 13號被逮到嘉義水上分局做筆錄 午餐時間 情方截下他的手銬 方便他用餐 沒想到他竟然掙脫逃亡 並且潛入民宅 竊取金氏財物 趁是下無人 再偷竊賓士車逃亡 等到警方趕到 他已經逃亡無蹤 然後車子 警方五天來展開地毯室搜索 一直到18號上午 才在彰化縣的一間民宿 將他及接應犯逮捕 真姓 流姓犯嫌不斷的更換藏匿地點 躲避警方查氣 躲避警方追氣 嫌犯經常變更躲藏地點 彰化的民宿也是17號才入住 接應的流姓嫌犯 表示兩人是朋友關係 是否涉及其他案件 警方還在查 至於被查獲的金氏 是之前遭切的金氏 還是逃亡期間持續犯案所得 警方都還在釐清 而兩人逃亡期間接觸對象 警方也持續向上溯源 要徹底掃蕩毒品來源 TVBS新聞紀健亨 嘉義報導